各位投资们,大家午安,现在是下午2点20分,那今天大盘跌了132点,一开盘突然就跌了131点 那大家都有点错所不及 不过今天来讲的话,还是能够站上17141 那这个大盘呢,还是在我规划的 半年线跟季线这边做一个横盘整理,在量缩 我说3500元没有过的话,大盘还在这边 但是呢,各个股的产业,产业的轮动呢,整个调整就非常的快速 这一波的硕化股,你有做到吗?就连最基本的1301的台硕,你有做到吗? 那我们来讲的话呢,从这里 限电的来讲,现在今天为各位解析说对各产业的影响会在哪边 马上为各位投资们做报告 好,我们回到来看一下,先看一下大盘 大盘今天跌了132点 跌了132点 跌132点 那这132点呢,当然量能还是2551亿 量能不会很大 那今天最重要的还是在说话 那赵子来讲呢,是有点开高走低 不过赵子昨天经过一天的强势呢,未来还是有一些机会 投资朋友 还是留意一下 那我们看一下,其实从大盘的规划 我已经跟各位投资朋友报告说,这是在9月23号 我说 目前最好的情形就是在季线跟半年线间做整理 那今天来讲的话,我们看一下 目前今天的整个大盘呢 你看是不是还是在这附近嘛 好,你看这间 9月23号在这里嘛 9月23号 这里嘛,你看这三天是不是上去上去,这没过吗 月线就没有过,这是月线 然后今天来讲,最低打到半年线的位置 16998 半年线的位置是17097 这里最低是17114 所以刚好碰到半年线 那这里来讲的话呢,当然 已经经过了三天的时间 那这里 我觉得还是在这边啊 还在这边 那要突破这个季线来讲,你没有3500亿以上的量呢 几率是不会太高的 几率是不会太高的 那昨天来讲的话 外资满107亿 那但是这107亿来讲的话 应该是讲38亿 后面他盘后交易有2454的联华科 还有富帮媒 我跟各位讲 8454吧 8545 8454 那盘后交易 昨天外资买了3439张 这是盘后交易的今天持续在往下跌 因为本益比真的太高 那另外一档就是2454的联华科 那昨天盘后他也是大转账了六十几亿 好那今天来讲至少能收个 上你的十字线 然后那另外一个 基本上来讲的话这边整理可能要快完成 可以 量能也慢慢出来的 量能慢慢出来的 好这里当然是可以留意一下 自己留意一下 可以留意一下 你看量能来讲 已经看得出来有点在往上增加 往上增加了 好所以说这是联华科的一个部分 联华科的部分 那整个大盘来讲的话呢 以目前的看法 这礼拜来讲是变数最多的 为什么 第一个变数来讲 当然就是 大陆股市 大陆股市现在来讲 从 共同均富 衍生出来的一个恒大的一个事件 那最主要是他要整个 黄地产他不想要涨那么多 所以他针对三条红蟹去打 另外来讲的就是碳中和 那最近来讲就是能耗双控 所谓能耗双控很简单 他们在2025年呢 整个的 值的耗能 总耗能要 下降到 下降到2025年 跟整个去年开始 启动 现在是十四五计划 那要降到 13.5% 就是 在2020 到2020 2020开始 从2021开始 2021到2025的 这五年的期间 这就是十四五计划 他呢整个的总的耗能要降低 13.5% 那今年呢是要降到 3% 3% 那因为呢很多的 的 省份呢尤其 被提到的我们看一下这一张 很多的省份 红线的2021年到6月来讲 这里看一下 这个来讲都不行啦红灯的都不行 这个红灯都不行 你看这些什么广东啦广西啦 苏州啦这些 江苏啦这些全部都中 所以这次为什么引发这次的危机就是这样子 这都是红的 红的代表说这个还是不行要加强管制 所以说这一次 大概整个限电来讲的话呢 他是从9月26号中午节到9月30 那11长假是从10月1号10月7号 所以说算一算 就刚好停两个礼拜啦 那其实以目前看停两个礼拜的影响 讲实在话不会太大 不会太大 但是呢目前的法人的评估大概会 10月份 还是会陆续停工 陆续停工 所以说只要被影响的产业最近的股价都在修正 原因也在这里 在这里 那整个来讲 昨天跟各位报告这一章 这是PCB的部分 PCB来讲 因为它的产能都在江苏省昆山这边非常多的产能 那这里来讲的话 最近来讲跌得比较凶的 就像3037的新星 3037的新星 你看3037新星 今天来讲还好有拉点尾盘 拉上来了 拉上来了 所以说来讲 但至少他还是往下杀 往下杀 那另外 因为新星跟蓝电来讲 8046蓝电刚好 郭明奇他讲说 整个又调降他嘛 但是你看他几年股价 他整个产业前景还是不差 所以说 整个股价的反应来讲 意识反应也还是往上走 还算是 相对表现得不错 相对表现得不错 那如果说相对最近跌的比较重的 定盈 6251 你看他产能 70% 都在这里 6251 6251 你看 两天大跌 好 那你看那个 像 连茂 6213 本来这波算是很强的个股 这个消息一打 股价来讲 今天还要留个长的下影线 所以今天来讲的话 其实PCB族群这里来讲是有止跌 不过这里来讲因为整个产业在10月份的营收 还是有很大的疑虑 所以这里来讲 我会建议你 碰会比较好一点 会比较好一点 所以说这里来讲你可以看得出来 以目前呢 整个 台股的变数来讲就在这里 那我们看一下入股 确实最重要是来看一下入股 入股的表现怎么样 以今天来讲的话 恒生指数目前 整收盘上 收盘是涨了 目前现在在交易 交易到3点左右 目前是涨了344点 那整个讯息 你看他月线 无日线只好站上去 无日线站上去 相对比较好一点 那中国指数 想看中国指数 首先来讲 这边要讲有打两个小底 两个小底 所以大陆股市这里有撑 相对的就不会影响欧美股市 欧美股市 那美国股市来讲的话 当然最重要的 还是在于 法案 这个礼拜的这些大法案 这个所以说 这礼拜来讲的话 变数算是蛮多的 蛮多的 尤其是这个礼拜是 9月份的最后一个礼拜 那我们知道 其实 以 股市来讲 就是国际股市 大概9月份都是 相对难操作的一个 月份 那9月份过后以后呢 大概从10月开始 到明年第1季来讲 大概都是 股市相对都比较好的 所以这个礼拜来讲 应该是 台股 不然台股也要 国际股市 最难熬的 最难熬的 那最近法人的 整个动作来讲的话 其实 其实面板族群 其实我之前也跟各位投资朋友报告说面板族群在这里 其实可以留意的 今天是小跌 就 尤达来讲 群上来讲都是小跌 我们看这几天的走势 你看这是一个密集的压力区 这个尤达来讲的话呢 这两个缺口 两个缺口 这里来讲 相对一个导转缓转 但是这个导转缓转很快的时间 整个就突破上去了 突破上去了 当然最重要的原因在于说 这里来讲的话量能其实还是相对维持 不过你看最重要是投信 投信在这边一直在买面板股 你看在昨天买了三万三千多张的优达 把他的股价硬拉上去了 整个在所谓的 短期均线要在连线之上 然后短线的均线 五日线 十日线 月线都站上去 这是季线 这是半年线 当然这里来讲 我们还是承认他还是空头走势 但是会不会一个比较像样的反弹 我觉得这边是可以留意的 是可以留意的 那你看348亿的群创 你看这里来讲 昨天买了9万多张 外置买了5万多张 昨天36万张来讲 法人就几乎买了快14万张左右 那我说其实面板股要涨一定要法人进来 就是我之前的先前条件 那既然他进来的话 那法人为什么要在这边买 好我们要去想这个问题 法人为什么要在这边买群创跟尤达 第1个 以目前来看的话 他的股价净值比 我们看一下群创 群创的整个净值多少 26.71 26.71来讲的话 他的股价净值比 已经来到差不多0.6倍左右 0.6倍来讲的话是他的股价的 股价净值比的历史的低点 就在0.6倍 0.6倍左右 0.6倍左右 那因为他 开始赚钱 所以他的净值往上提升 好那这种股票来讲的话 从过去 最高涨来讲 你看26.71 如果说 这一波涨到最高点之前的34块来讲的话 他的股价净值比已经快到了 1.3倍左右 所以说这次的大跌从1.3倍跌到0.6倍 其实就一个中长线的投资又是一个点 这是一个重要的重点 那这波会跌大家要知道就是整个报价的狂跌 有些9月份 他的跌幅创了历史的高点 但是呢整个 国际的厂商 尤其是大陆这边来讲的话 从9月份开始 从京东方 从所谓的TCL 甚至 我们台湾的 群创 这里他9月份也开始在税修 所以说这里来讲 虽然终端需求有下降 但是的他目前的整个价动率也是很快的 往下减 往下减 所以说 价动率来讲大概跌幅5%左右 就是我头片不投那么多了 不投那么多我供给就减少 那我供给减少的过程当中 现在来讲的话 目前这次面板的暴跌 大概最终也是一个 非产业面的因素 就是说运输的原因 那这个原因来讲的话 会不会疏解 目前看的话其实现在小局面蛮复杂的 我等下跟你讲货柜的讯息 所以这里来讲的话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说 以目前看的话呢就 整个面板来讲的话最坏的状况 已经过去了 最后要状况过 你说这里会不会大涨 我也许在这边做整理 但是你要他再跌破已经机会不大 因为法券已经进来买了 已经进来买了 所以这里来讲的话你说 你看那个均线来讲的话都已经 你看短期均线都已经往上了嘛 现在季线一样嘛都一样嘛 这是季线这是半年线 但是你看他现在来讲唯一往下的就是在所谓的 目前来看到就是季线的部分 季线的部分 季线来讲的话呢 那你看他的半年线跟年线 年线在这里嘛 半年线在这里嘛 其实都还是在往上拉 所以说他的整个的均线架构是慢慢转好的 那 两大法人又重新进入一个大买超 这两根 这两根来讲的话 在昨天这一根来讲 我个人觉得 是有他一定的参考性 虽然今天股价跌 股价跌 那这里来讲的话很简单嘛 你在这边破底其实也赔不到哪边去啦 破底来讲还是要卖 讲实在话 但是这里从产业面的整个架构 从华人的买超 再加上其实今年 当然明年的获利来讲 现在 大家看的话 不用看三块的 不用看两块的 也不用看说甚至不会赚钱 这看法是还得分歧 跟货柜一样 因为明年的变数真的 真的蛮多 但是今年来讲 也能顾到七块的 但七块我就应该机会不大 但是五块到六块之间一定会有 那五块六块来讲 那明年如果配你两块钱呢 那只利率就十倍以上了嘛 所以说这里来讲的话 就一个中仙的投资立场 还是有人愿意进来买的 有人进来买的 所以这里来讲 你有的绝对不要卖在这边 那你没有的 你看你自己 因为毕竟 它是最坏的状况过去的 不是它整个基础没面转好 所以 接下来的价格会收敛 然后会说就跌幅会收敛 那跌幅会收敛来讲 就提供了它一个股价上涨的契机 所以 为什么法人在这边买的话 也是他原因 所以这里 今天来讲算是量缩 那这一根来讲 长AK的一半来讲 都还是能够守住 他能够守住 所以这里来讲 还是可以留意后续的发展 后续的发展 好 股市龙传 欢迎各位投资朋友 订阅按赞分享 开启小铃铛 那影片上传 就会做提醒通知 另外来讲 如果说你有 任何的股票的问题 或要参加会员的任意点选标题处 会来到这个信赤窗 这个网址按进去 会看到右边这一个 那这是我们股市龙传的入会持股 即见证的申请表 麻烦你把姓名 电话号码 股票名称 及代号 那要入会的上个方案 期间你可以选一个 另外的 填好以后 按提交就可以了 那可以用另外可以用LINE ADD的部分 用LINE ADD的部分做互动 用扫描的方式就好了 这个比较快一点 所以说这个是两个管道 让我们 可以做 互相沟通的一个管道 那我们的会员服务的除了APP以外 还有一些会员语音 投资组合研究报告跟教育训练 比如说这是 这是我们今天传出的 最新的2727的晚品研究报告 你看了今天晚品的表现就不差了 2727 你看今天就大涨 你看法人今天一血 在股下就开始涨 所以说这次都是提供会员短线的一个标题 但是 原来我不可能一直叫啦 每天几乎都有啦 所以说这给会员一个参考啦 就说你要不要做在于你自己 比如在做当冲的 就说人家看好 现在涨五倍券的题材嘛 那你想做就做吧 就想做就做吧 你看他量能也有 那今天也突破了整个半年线 所以说这个 因为法人来讲今天来讲 他这档股票还是看买进的啦 还是看买进的 那涨到这里来讲 目标价还是没有到啦 还是没有到 就是 像我们不定期的这个研究报告 就在这边 那另外像盘中的解盘 这是我今天的盘中的解盘 盘中的解盘 这盘中解盘的部分 这是 28号的盘中解盘的部分 那另外就是投资组合嘛 那投资组合 我们这礼拜我们就华夏嘛 华夏啦 华指啦 就是强势股 金居啦 加金啦 以胜KY 这是我们这个礼拜给会员的 短线你要操作的个股 都在这边 都在各边 那讯息的部分来讲的话 我们今天 我们昨天来讲 我们把 会员KY卖掉了嘛 买进 会员KY卖掉 我们昨天 星星138昨天卖掉了 昨天138赚钱卖掉了 那会员KY来讲的话 2637的会员KY 我说越 真的越线的压力啦 那今天 会员KY来讲 其实 BTI指数来讲 其实 昨天 还是涨了 已经来到4700 17点 其实 涨到这里的时候 这里 我们讲94.1的时候 BTI指数才 才4200 多点而已 你看现在已经涨到4700了 那股价反而 往下跌 所以说这里是在洗盘呢 还是 高点已过呢 因为来讲 BTI是整个散装的最重要的指标 结果指标在往上涨 结果股价是往下跌 就像现在的货运一样 SCFI来讲的话 上海集装箱指数还是一直在往上涨 还是往上涨 那股价来讲 整理来讲就是整理 就是整理 那今天呢 其实一个很重要的讯息 就是说 两个啦 不知道哪个是真的 一个是在工商 一个在经济 工商讲说 然后现在呢 就整个货柜来讲 整个货柜来讲 他的 目前看的话呢 整个货柜就跟什么 要订货柜很难啦 就跟 走什么 就是 春节 买车票 一样 蓝定的钥匙 但是另外一个就是 经济 经济来讲 他就讲说 三天的货柜 美西线的价格 跳水 然后已经来到三个月前的一个价格的水准 好 那到底哪一个是真的呢 当然昨天中原航空昨天是跌14%左右 那今天的股价来讲 我不晓得啦 因为那在香港挂牌 但是整理上 第一个重点 第一个都还是在整理啦 整理他就在区间整理 整理总体来讲 他还是区间整理 那就法人来讲 外资你看买了两天 长长红又卖了一天 但头信这里来讲 已经连续五天在做买进了 都在这里买 买买买买 昨天他也买 今天不知道怎么样 他也买 那今天跌呢 我们今天跌 他至少量是缩的 量是缩的啦 所以整理来讲 就技术名来讲 他还是整理 那这个消息 我们来评估说 消息里面到底是真指甲 如果说真的跳水 跳水的话 那 我是觉得机会不大 那为什么美东线不会 不会跳水 为什么欧洲线不会跳水 就是美西线跳水而已 他的原因就是限电 限电 或初步来 这样子 我就觉得有点胡扯 我是不太 不太认同 因为跌不可能跌那么快 因为 其实现在缺传缺贵还是 正常 还是一样 缺缺缺贵 其实还是很严重 还是严重 所以这个讯息 我是不太能够认同 那接下来 货柜山雄 接下来在 9月份营收 第三季的财报 都不会太差 都不会太差 所以市场上来讲 我觉得用利空来测股价也是好事情 到底会不会破底吗 对不对到最后他这边一定有个决定方向吗 不可能一辈子都在这边整理吧 不可能的事情 对不对他一定有一个决定方向吗 所以这里来讲就是难就难到这里 你这里到底要做多还是要做多还是不管他 啊不管他你看说长冲赚四十几块 如果明年赚到50块的话股价会120几块吗 对不对好远看3007 那么这就提他太离谱了啦 就不用去想想那么多 比如说370啊 你长到180就很不得了了吧 你长到这里来讲 报酬率也快四五十趴了吧 对不对 大家就还想赚钱的话 大家就会去想说 我这里这么便宜 我这里要不要买 但是你买了呢他又不让你涨 他就是要洗你嘛 对不对然后就是啊今天有什么快利空消息 然后就跌给你看 然后又看以后又有点要像这里 又要破底一样 对不对每次都这样搞 搞你嘛 最重要是什么 就是要 这就是洗盘啊 标准的洗盘啊 但重点是 明年你的认同点在哪边 其实股价到最后都会回归基本面 你的认同点会在哪边 就像今天 3037 欣欣 你看 8046 ABL长线看好 你看有什么跌啊 跌一天就回来了 然后3189 有紧缩 你看是不是一天而已 今天来讲都下影线都都拉上来了 所以说停电来讲当然我觉得对个别股还是有差异 因为这种ABF版的其实 产业来讲 紧记是看但是你说6213你就相对的就还好了嘛 虽然目前看还是不差啦 那今天来讲都还算有止点 其实面板 ABF版跟 所谓的 同伯基板这块 版就这一波很强势的赤的电子产业的族群 所以说他今天 整理来讲他留个下影线我就是还好 就是还好 所以说 这里来讲的话呢就是等于说你这里要怎么去去看 怎么去看 那这里其实从 整体的看法来讲的话呢 这里的整个的还是整理的 但是整理已经两个月了 整理两个月了 那这一波是不是最后的洗 这一波是我没讲 这是最后的洗盘 这是最后的洗盘 对不对这个原则涨就很难但是至少投信敢在这边买的话 他这里来讲他已经研究至少比较透彻一点 你看他这里还卖 你看在这一波的过程当中以投信 我现在是比较相信投信 你看他这里来讲相对这一块来讲 他是相对都在买的 有没有这里买 2603 你看一下他这里买 你看都在买 然后觉得好像 不太对劲 这里就大卖 有没有 那最近又买回来了 所以他买就一直买 卖就这边就连续吧 那这里来讲他从这里开始又开始买回来了 好就看 因为其实他看了这么久 而且我觉得时间越近 会看得更清楚一点吧 好看得清楚 所以说你看本来你看在礼拜五大涨 昨天礼拜一整个来讲好像还蛮不错的 结果呢 尾盘杀下来今天又杀 每次都走这种游戏 有没有你看他都一样 所以你看这一看就知道有人在控盘吗 你看 长虹 突破又杀下来 然后长虹突破又杀下来 长虹突破又杀下来 长虹突破又杀下来 这是标准的整理已经玩了第四次 这这样四次的过程当中也玩了两个月了 那这中间的过程当中基本面相对都 都 都给你讲这些好消息 下次就要吓死你 对不对 那所以说这里来讲 整整理来讲还是整理啦 还是整理 那你去想嘛 长虹 去年赚三块都配两块钱给你嘛 也配的差不多有六成左右 六成左右 那明年赚四十块 那配六成给你24块钱的EPS 24块钱的EPS来讲的话 只要他明年的衰退不会太多的话 股价有他至少在这里130块附近 绝对有他的价值存在 有他的价值存在 所以说这里来讲 我个人觉得反正就是整理啦 让一些不耐的筹码就慢慢 跑出去吧 好 那产业的部分今天也没什么时间讲了 我去讲一个比较相对好的 相对好的在这一块 在这一块 好在这一块 最近来讲台硕 你看我买台硕 今天台硕你看1301 你看今天有他大长虹 瘦在114 我说台硕会涨 我昨天跟你讲台硕会涨了吧 你不要看他大型股 这一波他涨真的 他涨真的 为什么呢 他真的涨真的 那我们也买嘛 我买109的嘛 109昨天买的而已啦 昨天买的 昨天买的 这里台硕 我买109 这里 那今天来讲 我们看来看这一张 可以再看这一张 来这一张 这一张 化工产能 双号 受工资台的VEC 报价将持续上涨 其实重点在哪边你知道吗 因为台硕来讲 他们在大陆都是用乙烯 那大陆的八成的做PVC的都是用所谓的电磁法 那电磁法是很污染很大的 那这次的电磁法呢 他们的工 他们的工厂又在甘肃跟广汽占了八成左右 所以说其实都限电都限电到PVC 那最近有的要再涨 那又限电 那台硕跟我们的华夏 毕竟是用电磁法的 那用电磁法来讲的话呢 它污染就没那么严重 没那么严重 它被限电的几率就不高 那加上 PVC整个价格的往上涨 所以说为什么台硕的大涨就在这里 那这次还有一个VCM VCM就是台锯 亚锯 也是 那股价都涨得蛮凶的 蛮凶的 所以你看它占大陆营充的比例台硕是很少 0到5%左右而已 台锯跟华夏完全没有 都在台湾 都在台湾 所以为什么它的整个来讲的话 大陆被限产 所以说它真正的受惠股来讲的话 台硕 亚锯 台锯跟华夏 这四档股票 就真正在这一次 整个大陆限电 来做一个 能耗双控的最重要的受惠股就在这几档上面 真正的受惠的 真正的受惠的 所以说这里 当然股价来讲 也不用叫你追 不过从华硕的这一波来讲的话 你可以看得出来 这波113的景线的位置 今天已经突破去了 法人也都在买超 你看投信在大买 外资也在大买 融资也在增加 量能也出来 再怎么看这种股票 都是一个 有点像 这种大股票 能够变标股 你看够变标股 114颗 那目标价 当然我们看款给目标价真的蛮高的 那这一波来讲整个顺势而为 然后这就顺势而为 反正停损停利 做好就好了 所以说 这一波来讲的话 受惠股股 就是这四档 华夏 台硕 台锯 亚锯 最安全的买台锯啦 因为他最 算是 集 所有的什么 VCM LDPE LPPD 反正就是低密度的什么 PPE 然后PVC 巨乙锡 都是他的 都是他在墙项 所以你看 你看1303也没他那么强 还算不错 但是1326 就PP的 就没他那么强 那今天还是有涨 台锁 605就跟着有价跑 605就跟着有价跑 所以今天会整个 上来当然就台锁嘛 台锁四保 这边来讲很有成 很有成 那本一笔其实都不会太高啦 尤其台锁今年都赚到四块多 所以说这里来讲 涨的也是有他的道理 有他的道理 所以这里来讲的话呢 反正 这大盘在这边整理 最重要是个股的产业的 整个大幅的调整 你要整个抓住他们的脉动就可以了 就可以了 那目前这个大盘最重要是17141 还是 我跟同学们报告的17141 这里 这条17141 今天来讲有小壶跌破马上要站上去 这个是一个关乎于整个 波段的整个规划的状况 那17141如果跌破 最重要现在是在16940 这个一定不能破 这个破的话会走一个大溪的格子 这一个大溪的格子 然后那量也说得很快 所以这里来讲的话 这个礼拜是大盘 最难熬的一个礼拜 这礼拜过的话 我觉得就 你就会海过天空 尤其是美国的法案 应共 赶快厘清 把要过不过的话 都可以啦 反正 我们小老百姓 也没有办法去控制这些事情 你看这个长荣 这是 红颜的双 372 对不对 他跟你讲了372块 那对 真不真 会不会来 谁知道 想是在 不用372 180 回来给我看就好了 好 股市融赏 欢迎各位投资朋友 订阅按赞分享 开启小铃铛 影片上传 就做提醒通知 那另外来讲的话 你有 想要问持股的 我想要参加会员的 任意点钱 不要离处 回到我们的这个 新视窗后看到这个网址按进去 回到右边这个 股市融赚的入会及持股的见证申请表 麻烦把姓名电话号码 股票名称之类代号 想入会的话也可以顺选一个期间按提交 另外来讲 你可以用LINE的部分跟我们做互动 不管是入会或持股诊断都可以 那今天的节目就待此结束 祝各位投资朋友在 明天都能够操作顺利赚钱 谢谢各位 by bwd6